大家好 以色列最大的无人机 现在以色列最先进的一款无人机 叫一坦 一坦这个无人机 在被禁航七个月以后 现在已经可以重新复航了 这个对中东来说 是个最大的一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消息 这个一坦如果它复航以后 它是以色列唯一一款 可以对伊朗直接就进行侦查的一款无人机 那它是可以在空中停留35个小时 它可以直接飞到伊朗上空的 是以色列唯一一款 可以飞到伊朗上空进行侦查的无人机 那再结合着以色列 现在给土耳其提供导弹 提供军火 提供无人机去打击亚明亚 那这个一坦的复飞 会不会让整个中东地区再次 我觉得再次陷入战火 现在很难说 如果以色列把这个一坦提供给土耳其 对伊朗也进行侦查 利用土耳其和这个阿萨拜疆的这个基地 对伊朗进行侦查 伊朗也会加入到这个中东 我觉得会加入到中东这个高加索地区的争夺 那这个地区就全乱了 这就非常乱了 那美国的目的达成了 特别利用以色列代理人 以色列去找下一个代理人 找土耳其 那土耳其再去找下一个代理人 阿萨拜疆 把这个地区搅乱 所以高加索 未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 会非常乱 以色列呢 他通过从美国那获得的先进技术 不断的把这些先进的武器向这个地区扩散 那这样地区一些大国都有了什么 都有了自己的目的啊 就统一自己的国土 由原来的稳定状态 现在变成了非稳定状态 很多冲突都要什么表面化了 那高加索地区会非常复杂 咱说说以色列这个飞行器啊 它是什么原因进行的吗 它是上一次飞行七个月以前啊 它这个在测试期间坠毁了 那以色列是 以色列航空航天公司调查发现啊 坠毁的原因呢 是飞机机翼上这个超负荷的过载 这机翼上可能装载的这个弹药重量过重了 引起了机翼的破裂啊 又裂痕了 那飞行过程中一下折断 然后在空中就解体了 在空中解体的 所以当时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失啊 也就把所有的机型都进行了啊 那么现在重新复飞 这个异坦呢 每价价值是500万美元 其实也是非常贵的 所以可以说伊朗这个伊朗的领空啊 现在受到了这个以色列无人机的威胁 那如果伊朗被这个异坦进行威胁啊 发现是从高压索地区 特别是从阿萨白江或者从土耳其方向过来 那伊朗一定会报复啊 所以之前知道伊朗的很多这个核的这个研究中心 特别是游农梭 研究游农梭的这些设施啊 都被以色列的战机轰炸过 之前说是F-35啊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伊朗有一部分可能是无人机 并不是从以色列本土起飞的 可能是从某一个第三国起飞 现在说很可能是从土耳其 或者是阿萨白江的某个基地 那这样你也就明白了 伊朗为什么在这次啊支持亚明亚 就是他也在防止土耳其啊 阿萨白江利用以色列的技术啊 威胁到伊朗自己 所以你可以看这里边中东的复杂 这都是地缘政治啊 各自有各自的利益 所以你看伊朗虽然也是穆斯林 是吧 也是穆斯林和这个亚明亚这个基督徒 对吧 不是一个宗教 但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安全 他一定要支持亚明亚 所以允许俄罗斯也是基督徒吧 俄罗斯也是东正教基督徒 画十字的 但是和伊朗这个穆斯林就可以合作 明白吧 伊朗就给他通道 让他去支援亚明亚 现在伊朗国内发生这个游行啊 抗议 抗议伊朗 怎么能支持基督徒呢 应该帮助我们穆斯林 但是伊朗不是这么考虑的 伊朗的考虑是 不能让你突厥人联合到一起 就一定要支持亚明亚 那你可以看啊 就美国啊 他表面是后撤了 就是川普不是最近跟那个 以色列还有这个 阿林球啊 一起签什么中东和平协议吗 美国看似是后撤了 但是美国代理人出来了 以色列出来了 以色列出来以后 那整个中东地区 由以色列来掌控 他来挑动 你看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间 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 大国和小国之间 这个复杂的情况 以色列来掌控啊 另外突厥人和波斯人之间 这都是很多矛盾点 所以未来大家看中东啊 你从我这个视角 你大概就能明白 美国是后撤了 但是美国躲在幕后 而以色列挑到前台 逐渐给这些国家提供武器 所以我觉得现在 中东地区啊 现在是稳定了啊 但是高加索可能热闹了 高加索啊 高加索未来是个重点啊 我觉得俄罗斯是压力巨大 另外呢 中国也得担心啊 中国的中亚地区 会不会伊朗结束 对伊朗的这种威胁 特别以色列威胁结束以后 从伊朗为跳板 就对中国的新疆 构成威胁